江爷爷正在播撒草种 为福宝和爱宝的场地做绿化 在江爷爷的细心照料下 一个月后 小草都开始发芽了 之后 江爷爷会将这整片空地 全都种上小草 使其形成绿草芦的感觉 这样 福宝和爱宝在玩耍时 会更舒服一些 忙碌完后 江爷爷来到房间 为爱宝测量体温 当然也少不了每次的小零食 现在的爱宝特别喜欢南瓜 配苹果一起吃 但是单独吃南瓜时 爱宝扭头就走 江爷爷除了每天按时 给熊猫们量体温外 还要检查他们的分别情况 虽然福宝小 但是答变量 一点也不比爸爸妈妈的少 一系列都检查完后 江爷爷来到厨房 为福宝一家 制作他们最爱吃的窝头 江爷爷将制作好的窝头 放入锅中开始蒸 一锅窝头 大概要蒸四个小时 趁着窝头还没熟 江爷爷来到房间看福宝 此时的福宝 正在呼呼大睡 而乐宝这时正在小变 乐宝变得有点不像从前 因为以前的乐宝上厕所 在室外和室内之间 总会先选择室外 四个小时过去 窝头熟了 江爷爷先拿给了福宝 让他定行品尝 江爷爷果然还是 最疼爱他的福宝孙女 来看看 福宝现在营业 一整天都在干嘛吧 由于现在天气太热 爷爷们让福宝 去室外的次数也少了 福宝此时吃完饭 正在睡觉 送爷爷爷这时来到园区 拍摄这周的福宝日常 而福宝这时醒了过来 在树上看着爷爷 对着竹子自言自语 爷爷录制完片段后 开始为福宝 打扫吃剩的竹子 送爷爷一趟拿不了 所以来回往返了两次 福宝这时 一直在树上 悠哉悠哉地坐着 中途还打了两个喷嚏 直到爷爷将回家的门打开 福宝看到后 从树上下来 回家休息 这是福宝今天第一次回家 送爷爷趁福宝 回家休息的时间 为福宝搬来了新的竹子 送爷爷爷将竹子 分成两份 一份放在小厅子上 一份放在堂椅上 这样不至于让福宝 福宝在一个地方待很久 可以让其走动一下 爷爷将竹子放置好后 回了一趟办公室 又返回了园区 这趟爷爷给福宝 拿了满满一盒子的竹笋 送爷爷没将竹笋 全部放在一个地方 而是各个位置都放了一块 或许是想给福宝 来一个惊喜感吧 爷爷放置完 十分钟左右 福宝休息完后 从房间走了出来 福宝刚出门 就发现了一块竹笋 福宝心想 门口居然也长竹笋了 福宝吃完门口的竹笋后 来到了小厅子上 爷爷在小厅子上放住了窝头 福宝一边观看着来往的游客 一边吃着美味的窝头 很是乖巧 福宝吃完窝头后 又低头找了找 有没有其他小零食 福宝发现没有后 便吃起了竹子 福宝和乐宝一样 只吃自己喜欢吃的 不喜欢吃的竹子 连碰都不想碰 福宝吃了一会儿 有点口渴 来到饮水盆前喝水 今天的福宝很是乖巧 喝完水后 福宝来到小堂椅上继续吃 而围观福宝的游客只增不紧 都想多看福宝一眼 在小木床上吃了一会儿竹子后 福宝发现了 爷爷摆在地上的竹笋 福宝还没等吃完手里的 一抬头又发现了 独木桥上的竹笋 吃完树上的竹笋后 福宝突然有了小情绪 将床上的竹子 全部破坏掉了 而爷爷看到福宝情绪不太稳定 便又让福宝回室内了 应该是刚刚福宝没休息够 而宋爷爷则及时出来 为福宝收拾 弄得满地都是的竹子 两个爷爷为了福宝 可真是操劳心了 自从爷爷给福宝制作了小糖以后 福宝现在每次吃竹子 都要坐在糖椅上吃 福宝吃完竹笋后 拿起了身旁的竹子 福宝拿过竹子后 闻了一下不喜欢 便又拿起另一根 这一根福宝咬了一口 感觉也不是很好 福宝拿起第三根 第四根 直到将竹子全部检查了一遍 这些竹子 没有一个符合福宝胃口的 福宝回头看向了观景竹 考虑要不要去观景竹里 采一点来吃 福宝翻过糖椅 来到观景竹前 巡视一圈后 没有发现自己心仪的 福宝开始变得烦躁起来 福宝爬到树上 开始发泄心里的烦躁 心想 爷爷今天准备的竹子 怎么没有一根我喜欢呢 福宝从树上下来后 坐在小木床上 好像察觉到了什么不同 福宝发现 自己之前在树下的小吊床没有了 不过好在爷爷 及时将通往室外的门打开了 福宝来到室外后 发现了新的竹子 好在这次的竹子 福宝很满意 福宝的内心 这才平静了下来 开心地在小木床上吃着竹子 爱宝正在家静养 福宝开始全天营业 而生活始终日复一日的乐宝 每天都在干嘛呢 早上将爷爷来到乐宝园区 为乐宝放置竹子和零食 还有一根大竹笋 这根竹笋 有点像棒球球棒 放置完竹子后 将爷爷为乐宝 清理了一下他的自动马桶 将爷爷打扫完后 将乐宝园区的门打开 乐宝走了进来 一眼就看到了 那如棒球棒 一般大的竹笋 乐宝开心地爬上小亭子 背靠自动马桶面朝游客 便开始了美美的早餐 看乐宝吃东西时 这舒服的样子 日子过得很是惬意 吃完饭后 乐宝来到他的饮水盘前 开始喝水 喝完水 乐宝会在冰床前休息一会儿 休息完乐宝 开始逛他的小花园 乐宝先是来到自动马桶前 方便了一下 方便完 来到门口 看了看下班的门 有没有打开 看到没有后 乐宝又来到小亭子上 先是给自己的小亭子做标记 看小亭子上包姜的样子 乐宝应该是没少给小亭子做标记 此时乐宝觉得差不多到点了 来到自己奶爸出入的门口 让奶爸给自己开门 乐宝的生物中是很准的 没一会儿 爷爷就给乐宝把门打开了 早上将爷爷来探班福宝 将爷爷表示 福宝又给自己解锁新的睡觉姿势了 今天爷爷给福宝拿来了一根王竹笋 将爷爷将栅栏拆下来一根 将王竹笋递给了福宝 爷爷又来到另一侧 打算给福宝按摩一下 福宝一边吃着竹笋 一边享受着爷爷的按摩 同时爷爷还在试图和福宝谈 能不能不要再去吃观景竹 这也是福宝今年第一次吃王竹笋 因为王竹笋成熟的 比普通竹笋要晚一些 福宝尝出了这根竹笋的不同 甚至中间还停顿怀疑了一下竹笋的味道 好在福宝能够接受 一会儿爷爷来到爱宝的房间 爱宝此时刚睡醒 状态看上去还不错 只是睡觉的时间越来越多了 爷爷今天又给爱宝带了开了花的竹子 此从爷爷上次突然想起来这类竹子后 爷爷就经常给爱宝采摘着吃 这种开花的竹子 现在对爱宝来说 比胡萝卜和窝头更有吸引力 爷爷为了能让爱宝有所胃口 不断为爱宝寻找着各种新竹子 爷爷挑选完鲜嫩的叶子 带给爱宝后 将剩下的叶子和竹竿带给了乐宝 也算为乐宝改善伙食了 乐宝不愧是爷爷口中的便宜女婿 将爷爷来到室外的树下 来叫福宝去室内 顺便拍几张福宝的美照 虽然福宝已经在室外的树上躺了一上午了 但依旧没有想下去的想法 甚至对爷爷拿来的竹笋都不为所动 任凭爷爷在下面怎么呼喊 福宝都是听不见的状态 依旧是老老实实地坐在树上晒太阳 或是用自己的小脚挠挠痒 爷爷看福宝这状态 看来只要等福宝完够了 他才会下来 好在这个等待并不是很长 爷爷走了半小时后 福宝从树上爬了下来 福宝下来后表示 自己刚才明明看到 爷爷明明在小木床上放了根竹笋 现在怎么没有了 福宝心想 可能是爷爷给自己放到室内了 福宝为了竹笋来到了室内园区 但到室内后 小木床上并没有福宝心心念念的竹笋 福宝顿时感觉自己好像错过了一个亿 福宝心想 如果自己早点下来就好 虽然福宝嘴里吃着竹子 但满脑子想的都是刚才的竹笋 福宝感觉手里的竹子越吃越不香 一会儿福宝来到冰床上 打算先让自己冷静一会儿 今天来给福宝送竹子的 不是爷爷们 而是一位新来的饲养员 饲养员将竹子放好后便离开了 这时将爷爷走了进来 又给福宝拿来了三根大竹笋 爷爷们心疼福宝变瘦 最近的伙食越来越丰盛 福宝吃着竹笋表示 吃不完 根本吃不完 福宝一根接着一根 三根竹笋吃完 福宝都快饱了 吃饱后的福宝 通过独木桥来到堂椅上 虽然福宝也不知道来干嘛 但就是想来 他的小堂椅上坐会儿 福宝在堂椅上 简单地吃了几口竹子后 坐在小木床上发起了呆 一会儿 爷爷将通往室外的门打开了 福宝来到室外后 依旧是静止走到小木床上 福宝不是在吃饭 就是在去吃饭的路上 福宝先拿起了小木床上的窝头 开心地吃着 吃完窝头福宝 又简单地吃了两口竹子 最近福宝吃的竹笋 窝头胡萝卜太多了 吃竹子的数量明显变少了 福宝吃完竹子后 简单地在室外园区闲逛了一会儿 爷爷怕福宝在室外太热 提前来到门口 叫福宝回室内 福宝回到室内后 依旧是先吃 在爷爷们的疯狂投胃下 相信用不了多久 福宝一定会冲饭200斤的